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说痔疮手术以后容易复发呢 痔疮手术是否复发与手术的方式和手术医生的技术 手术后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手术不彻底是痔疮复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俗后不良的生活习惯 痔疮手术以后应该清淡隐私 进食 辛辣 油腻 生冷 烟酒等刺激性的食物 不要暴饮暴食 大便的时候 不要蹲的时间过长 要注意清洁 不要长时间的站坐 三个月之内应该避免骑自行车或者骑马等等运动 痔疮复发以后的话更应该平常注意饮食的调理 多饮水 多吃蔬菜 水果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来防止便秘 清淡的饮食 进食 辛辣 吃极的食物 及其烟酒 养成定时排便的一个良好的习惯 避免久战 久坐 久蹲 也可以口服痴疮的药物 或者局部涂抹痴疮的药稿 酸剂等 包括中药的作育 薰针来治疗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再次的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